小組的目標有三個 第一是釐清事實和了解各方的問題 第二是協調內部的溝通協助各方去配合加強彼此合作 第三是按條言的情況提出意見 並且就改善措施和良好做法提出建議 確保大學是按大學問責協議和要求運作而妥善運用公帑 小組由教育局常任秘書長李美常和教支會主席雷添良組成 已經展開工作 並且設立由教育局和教支會秘書處組成的支援團隊 社會對教支會資助大學有效提升院校管治是寄以厚望 尤其是珍惜我們香港大學在一代又一代人努力耕耘底下 和校內團隊共同的努力得來不易的卓越成就 相信成立小組我們是可以幫助港大提高管治效能 和深協力去推動港大再創界值